大家好,我是食刀猫,好久不见 这期视频我们来聊聊在评论区被提名了无数次的宋龙子 我发现大家在说起宋龙子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词 好奇 好奇那些跨度极大的荧幕形象 究竟哪个才最贴近它的本色 作为日本演艺界的长青树 宋龙子几乎是陪着一代日剧日影爱好者长大的 从90年代悠长假期恋爱世纪里的都市女孩 四月无语中充满着文学气息的五野藏少女 到告白里令人毛骨悚然的复仇教师 再到近几年 自从奏合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 她又展现出了充满版原风味的松弛、挥血和生活气息 出身名门、面容脚好、心图顺畅的大小姐 是命运曾交给宋龙子的单薄剧本 但她显然不是愿意活在玻璃罩子里的柔顺个性 当全民都在高呼着木松西批容貌登队时 木村拓哉却最了解宋龙子 比起皮囊 她更在意心灵上的情色和鸣 剧集成绩飞燃 媒体争相给她观赏国民玉女的标签 她却毫不恋战 一头扎进了舞台剧 磨练演技 耐心地等一个真正的好角色 就连高桥医生都说 宋龙子身上的亲近感与疏离感是共存的 她有时像天使 有时眼底的光会突然间暗了下来 真是令人注目不透 那么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从头认识宋龙子 对不起 我对22岁以下都没兴趣 不过宋龙子另外 1977年6月 宋龙子出生于日本东京歌舞伎的名门 高丽乌 原名藤尖龙子 是著名歌舞伎演员松本辛斯兰最小的女儿 电影《四月雾语》开头 一家人在车站重行女主的场面 便是由宋龙子现实的家人出演的 不过关于这个家族 大家最熟悉的 可能还是宋龙子的侄子 美少年藤尖斋 虽然出生于戏剧名门 但歌舞伎却是禁止女性出演的 只在家族男性中传承 与从小就将登上舞台 视为宿命与责任的哥哥 四川阳武蓝不同 童年的宋龙子 只是舞台暗处的旁观者 他观察父亲在表演前上妆 最近涂上厚厚的白粉 面容逐渐褪去自我 成全角色 宋龙子敏锐地体察到 演员是一种在自己与角色的人生中 往返穿梭的孤独的职业 而这种孤独与冒险 恰恰是宋龙子所渴望的 他喜欢看书 尤其爱读《非虚构》和《人物传记》 时刻憧憬着书中的 另一个世界与另一种人生 与他来说 舞台就是一个小小的任意门 灯光亮起 掌心的人生随之开始 想要从事表演的想法 开始在宋龙子的心中萌芽 在哥哥继承父亲的 一波登台表演时 宋龙子也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朝演艺圈默默地前进着 1994年 宋龙子在大和剧《花之乱》中 饰演少女时代的日野父子 正式进入了日本艺能界 也许是有出身歌舞技名门的 初音像在先 早期宋龙子的荧幕形象 大都是古典美人扮相 比如秀琪中的《清净茶茶》 在《三起面包》的代言中 17岁的宋龙子 也以一顿日本舞登场 而后改编自宋伟的美子 人间三部曲的日剧 《藏春灯照》中 宋龙子则挑上了 更多面相的角色 从坚韧的马女阿烈 反抗父权的家族大小姐 倒在旧时代家庭中 寻找自我的女子 在这三部彰显女性 独立意识的作品之中 年轻的宋龙子 用上显芝嫩的演技 诠释了日本女子的精神与美感 柔顺表面下的隐忍与刚烈 似乎也为她之后的演艺路线 埋下了伏笔 顺带一提 在日剧《藏》中 我们还能够见到 当年只有七岁 还是娃娃模样的锦上针央 很快随着日剧《环境时期》的到来 1996年 宋龙子也迎来了 这些演艺事业的转折点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 每个夏天都要纯温一遍 悠长假期 在这个万物精致得 近乎虚假的时代 我格外留恋 90年代剧集里的那种粗利的质感 主角们不完美 有缺点 但也因此真实可爱 大大咧咧 但宽厚温暖的小男 优柔寡断 却也细腻温柔的赖鸣 就连宋龙子饰演的人设 最容易扁平化的女儿 奥泽良子 也在乖巧的外表下 有着不羁的一面 相比软弱的学长 牧村拖哉 他更无法抵挡的 是野兽一样的主演内风 这个角色 个性上的冲突感 其实很贴宋龙子本人 所以看完优长假期的我们 也很难忘怀 这个看似柔弱 但其实勇敢又自我的奥泽良子 优长假期之后 宋龙子一炮而红 在19岁的年纪 担任了红白歌会的主持人 创下红白歌会主持 年龄最小的记录 一年之后 他和牧村拖哉再度搭档 出演经典爱情日剧 恋爱世纪中的一对都市恋人 宋龙子所饰演的李子 是我在恋爱三部曲中 最喜欢的一个女性角色 他身上有着市民立香的纯粹 勇敢 也有小男的自在与率身 喜欢就靠近 受伤就喊痛 已经忽奋不顾身的姿态 跳入了爱河 现在我们都说 智者不入爱河 社会的发条越上越紧 疲于奔跑的人们 瞒着计算得失 无暇相爱 在今年冬季 整整于房仲工作 难得喘息的间隙 我打开了恋爱世纪重温 才理解了 为什么旧时代的剧集 总是让人酸涩又依恋 就像豆瓣一条短评说的 那时候青年男女 既认真工作 又满怀憧憬的谈着恋爱 那种社会氛围 飞快的逝去了 可能在当时 也就是一种尾声 这两部剧集 让松龙子成为了 日本大众心中 都市女孩的理想模样 年轻率性充满锋芒 而在1998年的电影 《四月物语》中 20岁的松龙子 显露出的是 少女轻盈沉浸的一面 严谨君二说 《四月物语》是她的私人电影 那年她刚拍摄《完颜尾碟》 脑子里被繁杂的叙事塞满 决心要拍一部 致满足自己的爱好 不带任何目的的小成本短片 刚好松龙子的经纪人 邀约严谨景君二拍摄MV 巧合的促成了这次合作 于是正式樱花时节的四月 松龙子利用美洲的休假时间 来到了拍摄现场 在春天暖和的天气里 大家怀着平稳快乐 但是也不是很清楚 究竟在拍什么的心态 拍完了这部67分钟的短片 据严谨景君二回忆 自己当时还有点心虚 找了一个这么会演戏 和忙碌的女演员 结果每天只是让人家 骑自行车走来走去 好像什么正经事都没干 但也许正是如此 这部片子才有了 浑然天成般的嗓文气质 在漫长而静谧的 情日不电之后 结尾那场突如其来的雨 像一个漂亮的上扬 让女主的心事 有了破图而出的可能 而松龙子在红色雨伞下的笑颜 也成为了我心中 关于她最新亮的一抹记忆 顺带一提 四月物语配乐中的钢琴曲 正是由严谨君二哺写 松龙子弹奏的 同年还有一部相对小众的剧集 正评由松龙子和铁村正和出演 豆瓣打出了8.7的高分 虽然评分人数只有1400人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看过的朋友 16年后 两人也再次在父亲的背影中合作 饰演一对相依为命的妇女 如果说松龙子的第一个演艺事业高峰 是千禧年代左右的日剧 那么为这个高峰落下完美句点了 肯定要数2001年的Hero 这是她第三次搭档陆村拓栽 两人从悠长假期中的学长 学妹 恋爱世代中初毕业的公司同事 到这一次终于成为了势均力敌的这场拍档 也难怪当时全民都陷入了克西匹的狂潮之中 就连十元李美也曾加入过吹风党的阵营 松龙子和智村拓栽 欲婚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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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Kero在当年获得了全集平均34.2的收视奇迹 创下至今未被打过的月酒收视记录 灰色女子大衣 无关小眼镜 正义而直率的事物关于公舞 也成为了松龙子的又一个经典音频形象 而这一时期除了在日剧方面大方异彩之外 松龙子的音乐事业也翻弄得很好 下面这首由她作曲作词编演唱的梦的点滴 不知道是否成出现在你的台式电脑 《观碟》或是《人生》的第一台MP3中 说起来自幼学习钢琴的松龙子 也曾向往成为松田顺子 Stevie Wonder这样快乐自由的音乐人 2001年她举办了第一场个人全国巡回演唱会 2001年后 松龙子似乎有意放慢地拍摄的脚步 从日剧小花到实力矽谷的路并不是一处而就的 她有等待一个好角色的耐心女恒星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 我们可以临心在几部电影中看到松龙子的身影 在《山田阳寺》的《武士三部曲》第二部《引荐鬼爪》之中 她饰演温婉贤淑的女仆西慧 三股信息群青赏药的《游顶天酒店》里 她又成为了假扮富商情人的女服务员 少有的展现喜剧色彩的一面 而与金城武合作的《怪人二十面相》 则仍然是我们熟悉的大脚姐角色 难见大的突破 时间来到了2009年 那个属于松龙子大荧幕时代的转折点终于出现了 《文荣之西中》的左肢一角 不仅让松龙子拿下了当年的日澳和寻报影后 也赢得了男主前野忠信的一句 被松龙子抢光风投 我心服口服 这部电影里的松龙子好在哪里呢 片名樱桃与蒲公英 其实已经暗示了两位主人公的性格与命运 男作家如樱桃般美丽脆弱 乐意从被品尝 被伤害中获得价值 而妻子左肢则有如蒲公英 看似心如红毛 实则生命力极强 随数都可落地重新生长 真实的生命力不是口号 而是具体的消化痛苦的过程 在松龙子的表演里 我们便能感受到旧时代女子 将痛苦吞咽 咀嚼 乃自荡然释怀的过程 并不汹涌喧闹 反而如流血般平静而细腻 她质问与情人殉情的作家丈夫 姿泰里破碎与傲骨并存 而后涂上了口红赴约 则更显决绝之意 如果说在《微容之期》中 我们看到了松龙子 在八年折服之后 初见火候的表演状态 等年的告白 则更是一色华丽的转身 用导演中导者也的话来说 松龙子的本尊完全消失了 真是生不见底的一个人 告白全长一小时46分钟 开场三口老师的赌白 就上了30分钟 整部电影成遇 悚然的基调 便由此打下 松龙子的语气神态 始终平静无波 但潜藏其中的愤怒与哀伤 有着惊人的力道 反复赴天的乌云 给人一种暴雨将至未至的恐惧与不安 而这种能凝结万军之力的表演 也正是中导者也选择松龙子的原因 他说 我看过松龙子的舞台剧作品之后 觉得他很可怕 人物角色明明活生生 但居然演得那么恐怖 当今世上 几乎没有女演员 能让我有这种不安感 开头的独白是暴雨将至 而影片后半段 三口老师复仇计划 逐步完成之后 滔天的愤怒 画作攀陀大雨交下 则更让我们见识到了 松龙子惊人的爆发力 一场抓起少年头发的戏 也让乡村肇事发出了感叹 变态能闻到变态的气息 我就能 当听到发疯的松龙子 我也会觉得惊恐 少年匍匐在地 森口老师颤抖落泪 那滴泪水全然不是悔恨 而是极致的痛快 并已至此落幕 松龙子也用此篇 彻底宣告了自己的转型 如果大家对暗黑版的 松龙子感兴趣 我还很推荐 2012年的电影 《卖梦的两人》 故事的殊始设置 其实和微容之期很像 烂泥一样软弱的丈夫 和坚韧如普韦的妻子 只不过这一次 松龙子饰演的李子 选择不吞咽苦痛 而是将其加倍凤凰于世间 她操纵丈夫 行骗天下 利用独生女人 缺爱的心理步步得逞 把软肋当武器 百事不爽 表面是骗钱 实则是对自己人生 已然负面的一场复仇 在我看来 李子是松龙子所饰演的 层次最为丰富的角色之一 与其承认内心的不甘和记恨 她更宁愿坦荡地 展现出对金钱的贪婪 故事后半段的三场戏 我们便可以看到 李子内心的枯木 逐渐浮出水面的过程 面对善良 当成的行骗对象 她用假的身份 说出了真的心里话 被丈夫指出内心 最不堪的一面 她的怒意被推至了顶峰 在硬生生地压制下来 张力十足 我和你一段时间的 我都不疑 金钱不得 原顶不得 原顶不得 我和你一长时间的 你和我一长时间的 宣传 而最后让他萌生杀意的 是丈夫放在陌生女人家里的一把常用的刀 这个男人在别的地方重建生活了 而这里正是离子真正坠入深渊的时刻 披上了离子的外衣 曾经在荧幕上总是笼罩着梦幻光运的松龙子 把曾经的自己全盘打碎 将人性中丑陋隐秘不堪的一面坚持拉出 如果说告白离的松龙子令人感到震撼和痛快 外梦的两人里所诠释的可怖 则更加细密绵长耐人寻味 在电影方面除了上述三部奠定转型的作品之外 下面这几部与明导们二次合作的电影 也能让我们一睹四十代松龙子的多变风华 在山田阳寺的小小的家里 她饰演为人纯善 但却经受着道德与欲望角色的女主人 咬着腰带的这一幕看穿风情万种 中导折野的《来了》里 她出演虚魔师 一个眼神就令人毛骨悚然 而在2020年《严谨君二》的最后一封信中 松龙子似乎又泄去了所有复杂和纯重 变得清澈简单 眼神中仍有纯真和好奇的光芒流转 在不同导演的手中 松龙子仿佛一只空的容器 竟然这不同的影像风格 被注入了不同角色的灵魂 剥离自我在镜头下 一次次地玩返于角色的人生 演员是这样既孤独 又充满着冒险的职业 幼年时松龙子在目睹 父亲上庄时所感慨的演员的滋味 多年以后也终于精神品尝 最后我们再回到日剧 聊松龙子就不可能绕过 有版源编剧的四重奏 和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 在2017年四重奏里 松龙子饰演了小提琴手卷针记 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中年女子 说话小声 看似畏缩胆小 但却常在关键时刻语出惊人 令人好奇其忧生的过去 松龙子和满岛光两人的组合很微妙 红亚背负着沉重的往事 光妹饰演的小雀 示范情绪的方式是流着泪吃饭 在仓皇里学习勇敢 而松龙子饰演的卷针记 则总是一种带着隐痛的淡然 我很喜欢卷跟小雀 聊起丈夫往事的这一段 温暖的壁炉旁 往事说尽 卷烧了旧物 小雀邀请她一起拉琴 这种精神上的相互依偎 是不需要太多言语的 而2021年的大豆田永久子 与三名前夫 榜月儿再次找来了松龙子 原因在于能够表现出 离过三次婚 依然开朗快活生活着的演员 除了松龙子之外 很难再有别人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恋爱世纪中的李子 说自己的梦想是成为社长 25年过去 在大豆田里 她真的成为了社长 事业有成 经济独立 不再为了恋情 躲在家里痛哭 身后还跟着三个 怎么甩也甩不掉 吵吵闹闹的前夫 离婚也能写成治愈戏 除了榜元的功底之外 松龙子表演中的松弛与明快 也为这部剧 奠定了基调 不过大豆田可不只是为了营造 众心捧月的玛丽苏 也无意探讨离婚的奥义 而是将触角伸进了 生活稀碎的芝麻之中 装不上的纱窗 总是掉面包屑的肉桂卷 棘手的下属管理 早恋的女儿 逐渐从爱人 组成老友的三个前任 如果想看清晰主线故事的人 肯定会觉得叙事杂乱 而如果你想感受 榜元对于生活与关系的洞察 想领略松龙子 对于人物塑造的功力 那么这部剧 将会是一场轻松愉快的盛宴 榜月儿一贯的命题 是书写内心不被理解的人 让他不把少数人 写得脆弱或者离寻 而是赋予他们古怪 执拗的个性和伶牙历史 让我们在关剧中惊呼 原来有人是这么想的 而松龙子身上那一层 挥之不去的神秘感 以及从未磨灭的天真的一面 交织成了一种 错开一拍的个人魅力 正是把原剧中人常有的底色 如此质地 在松田龙瓶 满岛光 高桥医生 阴太的身上 也都能寻到踪迹 在版源的口中 他们只是活在那里 就能让人生变得稍微有趣一些 2003年 松龙子出版了随笔集 松的自言自语 可惜没有中文版 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在豆瓣读了一些 网友翻译的篇章 透过文字 好像更能够感受到松龙子思考的温度与脉络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他写到戏剧的虚假与真实 戏剧的世界是虚假的世界 演员是生存在虚假之中的 但却会有人因我们而稍感幸福 有人为我们心动 有人为我们哭泣 戏剧所带来的感动并不虚假 能给不知身在何处的某人 带去感动是我的幸福 所以我生存在虚假之中 又追求着一瞬的真实 出生于戏剧师家 从小就目睹家人台前幕后状态的松龙子 对于舞台灯光所构筑的虚幻世界 一向有着清醒的认知 他过早地洞察了表演的孤独与残酷 却仍没有动摇过成为演员的决心 不是偶像 国民玉女 大热嬉批 而是那种灯光亮起 就能够随时剥离自我 成全角色的演员 他理解戏剧的虚假本质 但更理解 只有把自己当作故事和角色的容器 足够真诚的表演 才能画假为真 让所有与故事相遇的人 都能够摘得一点真心为家 以上就是本期松龙子 人物漫谈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给我们一个小小的赞 你们的一键三连 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最近工作繁忙 更新少了很多 感谢愿意等待和看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 做视频是生活里为数不多 快乐的时刻了 所以我保证只会慢慢跟 但绝不会断根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きとか嫌いとか欲しいとか 気持ちいいだけのセリフでしょ 白黒つけるにはふさわしい 滅びの注文だけでと 終わりました 終わりました 本番 本番 用 アイ 2 1 2 2 2 3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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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6